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品刻在眼里 生活方式显现在身材 家教看站姿 审美看衣服 层次看鞋子 看一个人的形象不仅仅是看颜值 还要看表情神态 衣着打扮 谈吐举止 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就是一面镜子 照出你的所有 一 以貌取人是一种本能 香港四大才子的蔡兰先生曾说过 人绝对可以貌相 小时候好奇大人们只见人一面 就能通过人的长相 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好坏 甚至还能看出其家庭和教养 长大后才明白 原来以貌取人是人的一种本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做过一个试验 工作人员让同一个小女孩 分别以漂亮和邋遢的形象站在大街上 来观察人们对待这个孩子的态度 结果 当小女孩穿着整齐得体 打扮得很漂亮站在街上时 路人显得非常有爱心 陆续上前询问小女孩是否需要帮助 故事还在继续 还没有结束 这时候小女孩换了一副打扮 当小女孩衣衫褂褛地再次站在街上时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人 却无人问津 甚至去到餐厅也被人赶了出来 小女孩难过地大哭 拍摄一度因此而停止 同样的一个小女孩得到天壤之别的对待 只因穿着打扮不同 曾看到过一句话 越是底层的人 越不在意自己的身材和脸面 当小女孩衣衫褂褛时 早就被打上了底层人民的标签 而这样的小女孩在大街上一抓一大把 人们早已失去耐心去给予她足够的关爱 而穿着得体 打扮好看的人 不仅仅让人赏心悦目 也至少让人感受到这个人对自己形象的重视 对自己的自律和对他人的尊重 而这些外在的东西本身就是鲜明的人格烙印 就是亮眼的吸睛利器 张爱玲也说 一张好看的脸就像一本好看的飞页 令人忍不住想读下去 以貌取人 取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第一印象 而第一印象80%以上 取决于你的外在形象 形象不只是指你的脸 还有你的身材 甚至你的穿着打扮 谈吐气质 这些都是你对外的一份隐形履历 那些形象气质好的人 往往拥有更多的机会 往往更容易被温柔以待 这是很现实的情况 生活在现实的我们同样如此 相亲时 我们更愿意跟外表整洁 衣着得体的人多聊几句 买保险时 我们更愿意信任着装专业 逻辑清晰的销售员 对于陌生人 我们更是习惯性地给予谈吐优雅 着装得体者更多尊重 参加朋友聚餐时 打扮入时穿着光鲜的人 也会自带话题 就连自己的孩子 孙子交朋友时 也会干涉 告诉他 不要和邋遢的人一起玩 很多时候 从一个人的形象 多多少少可以判断出 这个人的生活态度 层次 状态 从孩子的形象中 看到的是家长的修养 从妻子的形象中 我们看到的是 丈夫和家庭是否和睦 从员工的形象中 我们看到的是公司的实力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很多时候 形象好 真的能当饭吃 二 精致是一个人的尊严 杨岚曾说 没有人有义务 必须透过连你自己 都毫不在意地拉他外表 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 曾经 当能力出众的杨岚 回头土脸出去求职时 面试官毫不留情地拒绝他 对不起 你的形象与你的简历不符 而回到家 当杨岚洗完头发 坐在床上 一边吃东西 一边看报纸上的招聘信息时 房东冲他怒吼 你这个毫无素质的中国女孩 滚出我的家 愤怒的杨岚 披散着头发 在睡衣外裹上大衣 来到一家高档餐厅的时候 面对精致的老妇人 忍不住递纸条给他 洗手间在你的左后方拐弯 当杨岚再次回到座位上 对面的老妇人已经离开 而便签上却多了一句话 作为女人 你必须精致 这是女人的尊严 其实在我看来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不论你多么富有诗书 多么才高八斗 多么朴实无华 多么纯真善良 对不起 在你还没有机会展现你的才华 你的内涵 你的品质的时候 你已经因为邋遢的形象上了黑名单 甚至连辩驳的机会也没有 形象藏着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而活得精致 则是一个人的尊严 郭婉莹 曾经金枝玉叶的大小姐 在那段特殊时期 到农村喂猪 扫厕所 挖鱼塘 卖显鸭蛋 住在肮脏潮湿的小黑屋里 食指不沾阳唇水的鲜鲜细手 磨破了皮 结了雪茄 长了厚茧 面对生活的重重苦难 她从没有低下高贵的头 她会拾来落花 做成胭脂 擦在唇上 微笑着出门 她会穿着干净整洁的旗袍去刷马桶 她会踩着高跟鞋 去菜市场卖鞋鸭蛋 到了冬天 屋里黑暗阴冷 她却说 晴天的时候 阳光会从破洞里照下来 很美 后来有人问起那段岁月 她笑着说 那些劳作有助于我保持苗条的身材 被生活粗暴对待过的她 没有因此而变得满脸利器 依然优雅从容 一个优秀又涵养的人 往往更注重形象 讲究生活品位 即使家徒四壁 一捧枯树枝 一个饮料瓶都可以让屋子里充满心意 优秀的人不是拥有多少财富 而是对待自己 对待他人 对待生活 从不将就 也从不随意 俗话说 外在是内在的呈现 把生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是一种超凡的能力 一个能管理好自己形象的人 那么他的内在方面也会是非常优秀的 俗话说 人靠衣装马靠安 你的形象往往决定了你的人生 以貌取人其实真的很公平 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你身处巅峰还是低谷 请多注重一下自己的形象 做一个精致的人 对生活多一点尊重 生活才会对你温柔以待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